大家好 最近没什么菜吃的 忽然想到我家鱼塘里面有非常多的河虾 等下我放两个地龙下去 明天早上来起 肯定有很多河虾的 现在准备一下这个地龙 在家里倒腾了一下 只有两个地龙能用 然后弄了一些幼儿 这个是榨花生 剩下的花生渣 这种来引诱小鱼小虾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在那边还弄了一些田螺 这个田螺也放进去 两个地龙已经下水 有没有货要等明天才知道了 现在的话先回去 明天再过来 来来来 收地龙了 看看有没有收货 先把这个长的拿起来看一下 这样子没动静 好多泥啊 真的改叮啊 尝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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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河虾 看这个虾 就是这种 好漂亮的 晶莹剔透 看一下第二个龙子 这个是个散龙 还是很多河虾 这个的好像比较大一点 这个饿料都还没化掉 没躲嘛 没有秋迷很躲 我请让你很躲 这种河虾 你去河虾 好吃 你得放得干 我放得来 不思议好看 看一下这个地龙的 这个河虾比较大一点 很漂亮 这种大的 在我们这里都卖 五六十一斤 非常的贵 吃也非常好吃 看一下两个地龙就弄得这么多 很漂亮啊 这个虾 非常好吃 这里够吃一餐 有这个氧气供着它就不会死 如果没养的话很快就死掉 美味河虾已经到手 这种河虾在我们这里卖的还挺贵 像我家这口鱼汤 非常多 也没怎么放 它自己就长出来了 用这个地龙才能补货 如果说把鱼汤抽干的话 是抓不到的 因为它比较小 也透明 看不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